我有一位父亲,也同时是一位父亲,最近过于忙于工作,过完父亲节后,才想到举父亲一通电话,思绪上来,虽然父亲节已过,还是想分享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经常听到长辈会对晚辈说,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长,正是在试图保护,还是在试图控制。 从孩子盘山学步,意爱学旅开始,所做的一切,老爸都是最好的观察者,通常孩子最先学会教的词是爸爸,从七个月一直到一岁版,我一直享受这样的独有待遇,我也一直在思考,孩子是如何学说话的,大脑是如何思考学习的,大姐后性格会有怎样的转变,我一直以为我对他了如职场, 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叫开明的父亲,我为他做了个计划表,切记着他能按部就班去完成,那么结果自然是,太好,我也好了,显然,事情不会这样发展下去。 最近,孩子开始对我有了明显的抵触,他眼帮我要求他完成的一系列计划,开始平静躲闪我的目光,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也还没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直到接到老师的高状电话,我意识到孩子闯过了,赶去辅导班,结果发现,孩子好好的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两本花花绿绿的书,只是一双眼睛还是轻量的倔强的瞪着我,宣泄着他对我的不满,显示狠狠的抽了我抢当然的女儿方式一搭帐, 我一直以为,身为父亲,我有责任去为孩子操更多心,而孩子也应当有应务在父亲的庇护下成长,却不曾想我们好像在越走越远。 在那之后,我与孩子一度陷入冷战,孩子拒绝与我沟通,是却脾气,话更少了,我意识到事情不能这样发展下去,我开始到处找教育方面的专家寻求帮助, 而朋友恰逢及时的给我推荐了一段演讲,这段演讲很好解答了,现阶段我的矛盾与迷茫,这也是接下来,我要为所有父母分享的, TED演讲大人能向小孩学到什么,这个演讲者是为1997年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孩, 中文名,邹姬姬,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女孩,美国文坛小巨人, 两岁半能读写简单词语,三岁半开始阅读有章节的书籍, 七岁时出版了长达33万字的英文著作《飞扬》的手指, 其中包含的三百多篇故事,大多与中世纪为背景, 从古埃及写到了《文艺复兴》,文中透露的政治、宗教和教育见解, 思想深刻,文思严谨,不到12岁,便在TED演讲中侃侃而谈, 她在TED演讲,值得所有与孩子打交道的成年人一看, 她的成长经历,父母亲从小的家教方式,更值得深思, 尽管周姬姬的外表和其他同龄孩子没啥两样, 但她的知识和成就却远非同龄孩子可比, 她用一个问题开场, A DORISMITIC, 周姬姬在TED演讲, 小孩经常会被人说成是幼稚, 在他们每一次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时, 周姬姬不同意这个说法, 幼稚这个现象, 也很常在成年人生上看到, 熟知些事件,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世界大战, 总统, 门心自问, 这些该归丢于谁, 是大人, 而现在, 小孩做了些什么, 安妮弗兰克恩, 对大屠杀常有意的叙述, 打动了数百万人的心, 陆地布里希斯·罗比伯特斯对美国种族隔离的终结, 做出了贡献, 查理新普森 其自行车为海地穆德, 十二万英镑, 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用这个骑士年龄的字眼, 来批评那些不负责任和非理性思考的行为, 安妮弗兰克, 生于德国把兰克福的犹太女孩, 尔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 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 记录下清理二战的安妮日记, 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拿退德国灭剧犹太人的著名见证, 1999年入学时代杂志, 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人, 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 以他命名为5535, 安妮弗兰克, 话说回来, 谁说非理性思考, 一定不会为世界所需, 但却半途而非, 心想, 这个不可能, 或代价太高或赚了吧, 别人都不会这样, 其实, 世界需要同志的思维方式, 因为它拥有着大胆, 狂野以及冷天的特性, 它意味着世界突破和继续发展的动力, 而这正是孩子们不怕的, 也是孩子们擅长的, 就以华盛顿中坦克马玻璃博物馆的孩童玻璃设计, 这门课为例子, 在这堂课上, 小孩子没有被玻璃两字给局建筑, 也不会去想吹玻璃塑形有多难, 他们只会去想些好创意, 最后做出来的作品, 也是想象力十足, 在科马玻璃博物馆, 大人和小孩之间应该彼此学习,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双方彼此缺乏信任, 不信任人, 就会在他身上增加诸多限制, 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似乎普遍地对小孩持限制性的态度, 从学校手册里的, 到学校互联网使用的各种限制性规定, 历史告诉我们, 当正体害怕统治失控时, 他就会变得暴虐, 虽然父母可能不会像独裁正纯一样, 心狠手辣, 但小孩在制定规则方面, 是几乎没有话语权的, 大人应该要学着把小孩的愿望连入考量, 否则, 便将迎来孩子们各种无声的体制, Athoracylic, 周积极在UN演讲, 其实, 比关键更可怕的, 大人常常低估小孩的能力, 四岁的时候, 周积极就喜欢上写作, 六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给他买了台, 装有A软卧软件的个人手提电脑, 正是用那个小手提电脑, 周积极写了三百多篇短篇故事, 并且都是想发表的作品, 一个小孩想发表作品, 这简直是千方夜谭, 但他的父母没有嘲笑他, 也没有说等你讲道点再说, 而是寄与足够的支持, 但是很多出版社的回忆让人失望, 活距不自意味的是, 一个很大的儿童出版社说, 他们不跟儿童打交道, 儿童出版社不跟儿童打交道, 这便是前面所说, 孩子正遭受着大人们严重的低说, 仅是因为年龄, 这里似乎涉及到了文化传承, 也就是说, 此刻大人们对小孩子的态度, 继承的大人们还是孩子时, 那时大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 这是我在儿童以来第一次听小孩演讲, 非常有趣, 大人与小孩或许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大人以为小孩子什么也不懂, 但是在小孩的眼里, 他们实际是怎样的? 楼梯鸡尾尾道来, 说明小孩并不像我们小的那么幼稚, 他们也有很多想法, 也做出了一些大的有意义的事情, 他呼吁大人要多聆听小孩的想法, 提高对他们的期望, 不知小孩需要学习, 大人也要从他们身上进行学习, 他的阐述起码在现场是得到很多认同的, 从掌声的热烈程度可以感觉得出, 确实, 小孩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 有自己的思考灵活性, 而我一直忽视了这一点, 一直凭借着父亲的身份, 以高姿态去教育孩子, 告诉小孩很多规则, 什么好, 什么不好, 什么正确, 什么不正确,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而当他反对时, 我就很难认真起来, 要么则是, 那是因为你幼稚, 你不懂,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好好证实他的想法, 更别谈什么支持了, 殊不知这些正逐渐的消磨他的创造力, 我想, 大人应该要开始跟小孩学习了, 分本还原, 学习小孩的灵性思维, 学习小孩的自然自在, 他们也是独立平等的存在, 应得到大人的尊重与平等交流对待, 而这样的相处方式, 才最有利于孩子成长成才, 亲亲小孩, 并对孩子们所期望的抱有热情和支持, 以及足够的自由度, 他们才能不断发现自身价值, 激发诬陷想象力, 因为这个时代, 孩子将带领世界前进, 而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